雖然英美都開始撤走烏克蘭外交官員 不過本國暫時沒有宣布 總是杜魯多表示 極度密切留意當地局勢 有消息指聯邦政府正考慮運送小型武器到烏克蘭 恩亞樂報導 杜魯多今早召開記者會 雖然主題是托兒服務協議 但是不少記者的問題都是關注烏克蘭的情況 包括本國會不會撤走外交人員及家屬 杜魯多也被問到加拿大會不會運送武器到當地 他沒有說明 不過就指出本國多年來在多方面支援烏克蘭 並且表示 有本國烏克蘭銳社群委託進行的民意調查指出 接近八成加拿大人支持或接受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而在烏克蘭局勢緊張之際 本國外交部的網絡近日受到攻擊 握替華華正在收復 官方聲明沒有點名攻擊是由什麼人策動 但是有消息就說 懷疑是俄羅斯或者俄羅斯支持的黑客所為 浩克蘭提供